大家好,我是小颖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福气小仙女讲堂 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佛说,一个走进你生命的人都不是偶然 今生种种皆是前世因果 人世间的所有相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因为有缘才出现,因为无缘才离开 因为缘生才陪伴,因为缘浅才遗憾 人的一生有幸得以相遇,相识,相知 已是世间难得的缘分,拥有时就好好珍惜 原来天注定,远去人自多,无缘相伴一生 聚散随缘,就看淡,学着释怀,过好自己的生活 相遇不易,拥有时请好好珍惜 佛说,修百时方可同周度,修千时方能共枕眠 前身五百次的柠檬换今生的擦肩 两个毫无干系的人要有多深的缘分才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 要有多好的运气才能穿越人群,迎面走来 同一个人见了又见,是因为缘分牵引 那是很多人都求不来的福分 正如白落眉所说,若是有缘,千山暮雪 万里层零终会重逢 若是无缘自此一去,天涯海角,在南相会 既然有幸得以相遇,也,就该好好珍惜 因为谁也预料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是否还能有福分活着 是否还能有机会给彼此一个关心 常言道,交往容易,交心不易,相遇容易,相处不易 人活在世上,并不一定每一个相遇都会是久别重逢 相见恨晚,但若珍惜 请把每一个久别重逢都当作初始的相遇 我们也都是彼此生命的过客 所以,我信相遇一定要好好珍惜 再深的感情不去珍惜,不去维系,都会变淡 再美的缘分不去珍惜,都会解散 再好的人不去联系,不去,关心彼此都会分道扬镳 茫茫人海相遇不易,相知相爱更要珍惜 暖一颗心需要很久,淡寒一颗心只需要一瞬间 人心都是相互的,以情才能长情,以心,换真行 两个人相处多一些真诚才会有亲心以对 少一些谎言才能长久相守 相信人生有缘,彼此有了缘,才会在茫茫人海相遇 因为相遇,我们才会相知,因为相知,我们才会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才更要懂得去珍惜,去付出 而不是总想着索取,把他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 正所谓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 倘若能够在纷扰城市中能遇到彼此 一事不已,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远去人自夺,学会看难是怀 俗话说,原来天注定,远去人自多 重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为心造 深知缘分不是你想求就能求来 感情不是你想要就能拥有 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 是你的一定会来,不是的,迟早要走 争也没用,流也没用,命中已经注定 正如清代周西桃的曾广贤文里 说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世间人来人往事常态,原来圆去都是天意 圆深圆浅,不必抱怨,更不必执念太深 紧抓着不放 远走不强求,原来就真心一对,圆去坦然面对 人世间最好的感情,错过了就该让他过了 行走了就该把他忘了 若是纠缠不清,累的是心,伤的是自己 若是留恋不放伤的是两个人,回不来的是曾经 换来的只能是同情,爱要简单,情要实在 面对上天赐予的缘分,我们与每一个人的相遇都是必然 不管以后的路能一起走多久,走多远 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真诚对待 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珍惜身边的祝福 离开的无怨才能无恨,无恨才能安心 人生中,他人能给予你的陪伴都是有限的 你要明白,没有谁能够永远地陪在你身旁 人生的路生活是自己的,总要独自去面对 人与人之间合得来的就好好维系 将缘分继续延续,合不来的就随缘而去 认真的告别祝福,拥有真心的时候还请多多珍惜 认真告别的时候,彼此微笑祝福 人世间,简单的喜欢才最长远 平凡中的陪伴才最心安 懂你的人最温暖,用心呵护一份情 用爱守望这一程,不留遗憾给生命 遇见只是一个开始,守望才能相伴一生